今天又是个下雨天 我怎么闻得这个烟味这么重呢 你今天没干活 没事干还是咋回事 下雨顾客还不去呢 侧着下雨天来 我给你赶紧把那个头发染一下 水给的信 客户给的 人家院子里边自己种的 绿的好像没熟一样 从干了安装以后 他们有时候出去遇到好的客户呢 真的是 院子里边有啥东西都愿意给他们摘一下 那几天我们这边的那个八门香瓜 特别的贵 十块多钱一斤 按我们的这个收入是真的不舍得去吃那个东西 但是有 有时候人家回来就能给你拿两三个客户给的 别磨蹭 赶紧的赶紧过来染了 快点 你都给带 是你拿的 这个是我做饭的吧 我真的是无语了 好几个做饭的吧 最后都成了染头发的吧 好啊好啊 主要呢 他就是这个 两边 头发白的比较多 他们家这是遗传 他们家包括他妈他哥都是这样 三十多岁头发都白 肌硬不好 为啥要在家里头染呢 就他这么短的头发出去 染的话我觉得太浪费 而且他这个男士的头发染一刻得好几十块钱 算了吧 在家里边能省点湿点 像这个头发呢真的是染一次也就一个多月 这好像糊了点 擦擦 以前呢人家老自己染 他自己染头发的就是这边角处这一块呢 他都不抹啊 然后就上边这一圈这个头发他就抹了一下 本来还就是这一块白的 你说你都抹到这个上头有啥用呢 哎你坐沙发那千万甭给我靠 甭就给我靠的最后 上面都糊了染发剂 出来也不懂得关灯 不想跟他吵架 每次都这样 就是刚才发过来消息 说昨天我们被烦了 然后得必须给人家一个款抄十遍 这上个班也真的是上的没谁了 每天 除了要搞销售 还要学习 只要你冷不定的完不成任务 就是这样的惩罚 十遍呢 看看 一遍就写这么几行 要抄十遍 抄不完下午去了还要体罚 不是这个惩罚 还有体罚的 哎呀 这个头发是我的作品 好像染的有点多了 赶紧洗吧 看等会洗不掉的 一般的后头还有并脚那儿 多抹一点 然后多用手抠一抠挖一挖 这个染发剂不太好洗 看看我的手 忘记戴手套了 染完以后给我的手都糊的不行 这儿 这儿多抠口 到人家理发店 好像在理发店里头说是 如果糊到这个皮肤上了 应该是用那个烟灰 可以把那个染发剂给他清理掉 哎呦我不管他了 他自己弄了 我赶紧写我的这个惩罚呀 要不下午去了 受罪了 做午吃啥呀 就剩饭 我这会我也顾不上 我先写惩罚呀 写完以后 要不你给热去吧 好行 我冷不停的想起来可搞笑一句话 我们这边呢 就是老年人就有一个说法 头大 油宝 像这种的 油宝 然后头小狗咬 我们家这个 头大和头小就特别的典型 像我呢就是一颗大头 然后我儿子和 和田师傅呢 他俩就是小头 一看着我这面像 我这头像 都觉得我是 挺享福的一个人 面挺好的一个人 其实呢 操碎了那个心啊 真的是 一个操心不到位 然后事儿就给你干不好 下午去了 这样就能交差咯 先把剩饭吃咯 儿子回来再做蟹吧 这雨下的今天晚上还得超十遍 这几天的红薯不太好吃 不是特别的甜 很酷 我看着这几天